字幕 李宗盛 文化妥博 大家好 我是小龍 今天非常高興有機會來到台北 跟我台北所有的好朋友 同事們引起來討論這個重要的個性 這個地方也變大了特別 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是状态很多的不方便 那先祝大家平安健康 等一下讨论之后 可以比较有充分的一些交流 那我们今天的两位 包括人都是开始所得同认 第一位是林胜辉 他是我们的主题 是 站起来先做掌声 谢谢 那今天为止陈胜辉 那我们两天报告的题目都在今天的手册上面 那每个人的报告时间是35分钟 那工作同仁会暗邻 那如果暗邻无效我就会站起来 那希望就是能够把握时间 然后我刚才询问了一下 因为大会希望主要的讨论是在下午的中午座讲 所以我想等一下就是以聆听两位报告者的分享为主 那有一些利息的问题我们可以处理一下 大概是这样子 那就麻烦 正会 大会说如果报告者的医院站在那边的话 他们可以享受的鼓励 就是口罩可以拿下来拿来讲 那就麻烦正会时间先15分钟 张龙智老师 然后韦智 文凯 然后在一起 然后在床的各位先生 大家好 然后开心我们这个 开始所的读群史研究群 然后一起共襄盛举 然后还请了林青跟高嘉欣老师一起 然后就这个主题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想法跟经验 其实这个题目是我好几年天写的 然后可是因为斯卡罗的关系 就是让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客家的面向来讲 就是可以让大家再去了解一下或思考一下 所以我就从这里过点 就是斯卡罗我在看的时候 然后阿姐说我是客家人 因为他在那样一个 他是原住民跟那个混血的那个 然后这次我把他那个片段大概举起来 就是他们要去搬传货 然后后面也是说客家话的人跟他讲 你是不是叫搬传货 他是用客家话讲的 然后他就说我们 他也年号 因为我做过这几年做过一些客家 新作的 也询问在怎么来的这样子的研究 看到这个就很理感 然后就想要让大家了解 为什么会不会觉得很理感 然后等大家出完以后 之後我和大家來再問一下說 其實阿晴應該會要怎麼講 然後 哈卡或是客家其實 如果說我們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沒有客家人 然後對一些以前很久不是很久 就是以前對客家的理解 大概就是以羅湘的研究為題 然後大概會講到客家的歷史都是很久遠的 可以講到黃桃之亂五亂之類的 然後大概就是中原始祖南線 這樣子的一個印象 可是其實我在客家研究的時候 客家不是這麼早的 客家也不是發生於 所謂的米粵幹邊區 本特化的客家人那一代 他其實是從那邊的人外引之後 然後在廣虎地區 跟廣虎地區 主要是廣州府跟趙欣甫 說著廣州方言 廣虎方言的人群的一些互動產生的 其實廣東省很特別 它有三個三大方言 方言群 大概就是古老 然後客家跟廣虎 通常是廣虎比較有勢 所以在明清之季其實很多 住在廣虎 大概以家運周圍主人很多 說客家話等等 然後又直到人王古力區 然後再次的同時 其實就是面臨了大概十九世紀 西方人來到中國 到華安來 那樣一個接觸的過程 所以在傳教室比較頻繁來 或是比較多的紀律 大概四十四年代 那九三年代比較多的紀律宅 是在一些傳教室或西方人 他們在東南亞 然後的一些技術 他們的一些描述 他們大概描述到說 東南亞人很多被稱為客的人 他的他者都不是他靠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你就是配或是那樣子的 有這個 一個是在東南亞人跟一代 然後等到1840年代差不多 就是西方宗教室慢慢來到華安來的時候 其實就會然後又接觸到了 廣東的在大發言人區 然後他們最初傳教室就是以廣中為主 那個是以廣虎人為優勢的那個地方 然後所以其實他們很多傳教室都會去 表述到當時華南的一些人群的關係 然後他們在表述到說 刻畫這一群人的關係的時候 通常都是用他者的 稱數人的方式來寫 比如說如果是古老人 說客家可能就是配 然後如果是光府人的就是好 不然就是他卡的好 所以就會 可是有一些描述會有特別遇到 他們有自己的發音 因為他必須有把他 就是這個 至少給他特別講到說客家是支撐好 所以 其實 客家這個詞 就是我們以前認為客家的歷史是悠久的 可是客家這個詞其實是19世紀 才慢慢產生出來的 產生出來的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也源自於 比如剛才講到那些群托刻畫的人到廣鼠地區的時候 跟他們有一些關係不好 所以那個其實很漫長 然後其實廣鼠人在方式上 都會把他稱為是非函族 描述之類的 所以他們彼此是比較多是地主跟電容 然後又一分方便不同 後來慢慢的關係非常的不好 所以 可是在這個很多他稱的 廣鼠對客家的他稱的 裡面的哈卡這個 一客家這個詞 其實是比較中性的 所以慢慢的在 那一代的做客家的人 也可以接受這個哈卡是自己的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可以看到大概 其實 九世紀的中葉 在華南的很多文件上可以看到 西方人用廣鼠的發音稱 那一群做客家話的人比較好 然後當地的做客家的人 也自己自稱為客家 然後這個大概我可以看到兩個例子 西方的例子其實還蠻多的 然後自己自稱的例子 大概看到兩個 一個就是 那個有一個是1857年一個華東 他自己就說他是 我是客家 他這個文件上家 他媽要做國風 他就說我是客家 另外一個是 那個洪秀泉的一個姿勢 洪維幹 他自己寫了一個 這是正信篇 他自己有說 他們當時的那一群 郭克華人其實有信 發社會的 還是要聞的那個基督心教 所以他們說他的信徒 歧途皆客家 所以可以看到大概19世紀中葉 客家已經是 算是他稱變成自稱 然後西方人也慢慢的用這個稱呼 然後他用羅馬音符把它拼出來 然後變成塔塔 所以等於是說 在19世紀中葉 客家跟塔塔 他是一個可以相對一個詞 可是他大概就是 產生在大概19世紀中葉的時候 然後很有趣的是說 因為我剛剛講到 他其實是在一個 跟廣國人來講 他是相對落實 或者說常常被無名化的一個環境當中 所以當時以客家為主要傳教對象的巴社會 他其實很多傳教士都很積極的在幫客家溯源 他們很多去做客家的研究的時候 或去用祖父 然後或去強調就是說 他們其實是中原來移下來的 然後他們的方言可能跟北京觀望是相近的 所以當時很多西方的傳教士 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算是有點幫他證明或是幫他反轉 那個一直在敷衍的描述的印象 所以其實這個已經跳過了 所以這個很有趣的就是說 剛剛講那個研究其實是 很不容易做一個 還蠻詳盡的一個肉文研究 我們大家可以去參考 所以講完這個背景 我們就回過頭來 然後來看看他們這些當時來到台灣的西方的 就是今天的題目 大概他們當時是怎麼看台灣的哈卡 然後如果大家有了解我剛剛講的脈絡 然後其實就會知道 其實當時來台灣的西方人 很多他們都是從華南先在那邊 不管是傳教或是透過那邊再到台灣 所以他們到對台灣哈卡的認識 大概可以看到他們的層面 第一個就是華南哈卡的知識觀的遺跡 他們在那邊了解到說這種華南叫哈卡 所以很多西方人到台灣 就把這些副刻畫的人送為哈卡 他們在寫的時候就直接用哈卡來寫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不是當地人的一些副作法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面向是 他們實際觀察台灣的哈卡的一個實際的樣貌 其實大概就是從這兩個面向來講 這個是大概也是大概十九十幾中葉 開港之後很多西方人到台灣 然後不管是傳教啦 探險啦 採集很多 其實他們都留下了很多相關的一些論述 然後呢 所以我剛剛講過 他們當時來的時候就直接 在論述上就是把他們稱作哈卡 可是如果你去看在這之前的一些西方人 對台灣移民的一些論述 是沒有哈卡這個詞的 他們頂多就是用中文的里約移民 古建移民 廣東移民 然後直接把他直立成英文 沒有哈卡這樣子 所以大概十九十幾中葉還直接 用哈卡來稱他們的特教 然後我說完來一次的知識官 大概就是說我剛剛講到他們 會去強調哈卡可能是 由北方先來的意思 然後有些人會去強調他的方言 每次接見北京官話 或是有些人會覺得他可能不是害的 就是在很多當時來的西方人 在描述客家的哈卡的時候 都會大概會有提到這些面向 然後比如說 剛剛他就有說 其實哈卡他是散布在整個大陸 尤其是廣東南國或是李謙德 他就說他可能是被破然後遷移 然後是被廣東人簽然後才到台灣 然後主要是馬吉他有說 他說他就是中國北部的一群人 然後慢慢來移 然後最後才到台灣 所以這裡都是會牽扯到 所謂哈卡的由北來簽的歷史 其實這個對於我們以前 在研究清代的文獻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不會去教學到這樣子 因為他們沒有必要去證明我不是漢體 然後沒有必要去證明 用很多理由來證明說 我是漢族的一個現狀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是外來的一個視角 一個看法 然後這個也是 麒麒麟他有說 可能說他們的祖先是來自於 中國的北方 然後後來是因為 他這邊有遇到 就是跟廣府的一些關係 所以他們基本上那個認識 就是從花旦 客家跟廣府的一些關係而來的 然後也有會提到 特別去講到就是說 台灣的哈卡的因齊 其實跟北京官方是相近的 這個是詢問 還有提到就是說 本來他說 哈卡的老人家說標準的北京話 這個如果我們在講 看到現在的文獻 也不會去這樣子講 就是特別從華南 在閣政制裡面帶進來的 然後甚至呢 就會很多 有些描述 還會把哈卡說 他不是害人 像這個 他就有說 台灣的人種 他分了五種 然後哈卡是其中一種 然後害人 是其中一種 然後另外還有買小黑人 然後跟 女不敗跟原住民 所以 當時有一些 的 也是說到華南 另外一個政績 然後可憐 把泰 那個哈卡 然後跟全國的全英子 是分泰 的 然後這邊也有講到 其實他有講到就是說 他有遇到 在台灣讓他看 他說這個外表不像 蒙古人 也不像馬來人 然後就是整個描述上 就是覺得 他不是一個漢子的描述 這個 就是說我們其實在 這樣子去比較當時 就是 親出 來到台灣的 影院移民的 歷史來看 這些東西其實是 很奇怪的 所以這個是外來的一個視角 尤其是 跟廣佛人相對立的 互動而來的視角 所以這個 在西方人 有一些描述上 他們就會把 福老直接稱 漢人 就牆子 可是他其實就會把 哈卡 別於那個漢人之外 所以這個其實是 很有意思的 如果說你不了解 我剛剛講的那個 華南這樣一個 互動的過程 其實你很難理解 為什麼要把台灣的哈卡 認為他不是漢人 然後我剛剛講的是 大概就是移植 從華南 西方到華南 跟哈卡的 認識 然後直接同社到台灣 然後其實他們也 很多西方人的歌述商 他其實也 幫我們留下來 當時台灣的 哈卡的相關的行事的樣貌 然後大概我會講 這幾樣貌 所謂外來性其實很有趣 我剛剛講說他們到台灣來 就是直接把他稱為哈卡 可是有些人他會特別去寫到說 在台灣其實 哈卡 就是哈卡是被普老人稱為配 他不是被稱為哈卡 所以就是有 像有兩筆例子 像這個 這個是我剛剛講說 這個 這邊我是要特別講 像我們如果是 研究親戴的 比女月關係 或是族群關係 因為 親民政府 他在面對人民的時候 大概就是 你那種行政管理的視角 所以人民以外來講 大概就是省籍之分 或者是中府縣之分 所以你人月人 或是家裡 或是家裡 或是有巧中府人等等之類的 可是 廣東跟福基 他其實是 同時存在著很多不同的方言 所以你被稱為廣東人的人 他不見得都只說客教話 就像我剛剛講的 廣東神他其實有三大方言的數 所以在我們在研究親戴的 族群關係的時候 其實會很麻煩 文件上他就給你寫 你級 越級 你能越遠 可是他其實那一部其實是 很大的 可是 西方人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們直接就是用方言來 分別 很清楚的 又是你說什麼話的 然後就叫你什麼 所以那個東西 在我們在對比 親戴的族群關係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佐證 所以我覺得像我研究六對手 我就會特別知道說 其實 方言在當時是一個很強的任劃 而不是神 尤其是當時有很多 福建省的運舟 因為講客家話 基本上是跟廣東神的家運舟 是合作的 或者是說廣東神的 廣東神的廣東神的 廣東神的 廣東神的 他其實是跟 張全宜是合作的 所以會有很多這樣的現象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 西方人帶著方言分類的 視角來看台灣的人群 其實是很有趣的一個 跟親戴人 有些是很無奔的一個觀點 然後 這也就是我剛剛講到了 就說 他們雖然用Hot card 直接稱台灣說客話的人 可是他們也 像我們的Vic淇淋或是CV 他都特別有提到 在台灣其實他們不被這樣稱的 他們是被古老人稱為配達 然後甚至他們會有說 可是他們並沒有把音標出來 畢竟說他們也自稱為客人 那個如果說我們是配語八音的話 是Hot card 他們是自稱是Hot card 不是所謂的Hot card 所以這個是因為他者的不同 在台灣的他者是浮浪人 他們這樣玩來遇到客家的他者 其實是黃富人 八音的不同被記錄下來的 這個音樂也不一樣 好 然後就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是以行政的區塊來分別人群 可是西方人是以道遠 然後這個是我剛剛的 今天清代我先讓大家採訪一下 比如說他會提到就是說 明月跟內洩洞的情形 大概就是用行政區塊 比如說月跟張全 然後或者是 雖然有一些我喜歡特別提到 就是月人的語音獨特 就是說他其實音是跟 福老人不一樣 然後這個也是我剛剛講的 敏朝和或是丁復月 這個其實都是跨省的一個 方言認同的一個現象 然後有一些他們就會特別去講到 特加Hot card的分別 其實跟我們現在的理解 或是跟近代融星的理解 跟日式時期的一些 其實不會相差太多 大概就是在以下 比如說像北部 他們就會講到就是說 在大概主要跟苗栗那一帶 然後夏畢琴他有說 他有提到南莊 然後馬吉安 因為他在北部 客家地區有傳教 他提了蠻多的一些 那個還有講到說 心理苗栗都很多Hot card 或者是是月美 那裡面也是一個傳教的句點 也有一個Hot card的村落 然後中部有提到公示獎 然後甚至指令苗栗多這個大蠻 這大蠻是他第一個遇到台灣Hot card的地方 然後在南部的話 然後碧琴他有就講到說 其實他在阿和的時候 就有當地的父老人跟他講說 你要小心那邊的Hot card 然後他是覺得 因為可以看到出其實屏東平原就是 高屏那一帶的福克的關係 其實是非常不好的 甚至到19世紀西方人來的時候 其實還是一樣的 然後李先生的也提到 甚至前剛剛就是 李青龍講那個整個Hot card的那一帶 就是保麗的Hot card 然後李先生的也有特別知道 然後東部 東部就會比較少 然後我們講到像 在南部的聖馬里或者是 一個叫做法國的地方 然後其實很多西班人也去留意到 除了分國之外 他們也會特別留意到 其實台灣的Hot card 是比較借於 跟原住民跟佛老中間 所以基本上有一些地方 尤其是 就是他基本上會跟原住民的關係 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可能平常附中需要 然後他們比如說 尤其先生或他女生 他們都會講到 就是說其實 Hot card是相較於法 是比較靠近山區的 然後靠近山區 其實他跟原住民的互動 也是比較和諧的 然後這個其實 在近代的文獻 也有很多類似的一些說法 所以其實是可以一直呼籲的 然後像那個 林豪的東銘機師 他就有講到說 內闊多券 然後內山多張 然後單地提連之地 就是越人 所以你這邊也可以看到 他們就是用語樂來講 然後生產方式 或是他們生活的一些 經濟的來源 在他們的描述上 其實大部分都特別經歷到他們 Hot card是非常重視到作的 所以很多人都會特別去講到 就說 台灣Hot card 然後務農的情形 其實是比父老更優秀 或是說 那個成果是更好的 然後你記得就講到 恆春半島的保利其實也是一樣 他就說其實 漢人 你看他特別講漢人 漢人跟平谷班的農耕 其實是不專業的 然後特別去講到Hot card 這個在保利的農耕是 比較可以看到一些成績的 然後除了道座之外 也有提到一些 比如說是張島 尤其是北克的部分 然後石油 茶葉 木炭 這個有一些零星的 可是會有特別去提到 所以這個跟清代 或是整個日誌的這個 研究相關研究 其實也是符合的 然後這個是石油的部分 他就說 其實石油應該是在苗天那一帶 可是他昨天是不是說 他在基隆沙岩發現 然後跟其他的族群的關係 他們也特別去留意到 其實台灣拉卡 跟佛老師關係很不好的 然後他就說 時常會有一些打架的 或是發生痛苦的情形 然後其實畢琴有講到說 哈卡他其實也會有跟一些平虎或是福老 尤其是平東 這個橫河報導 或者是下旦水溪就是平東命運 其實當地的沿山是很多平虎 然後可是那個平虎所居落很多 其實是福老化的平虎居落 所以其實當地的六堆文主人哈卡 他其實是跟福老或者是說福老化的平虎 其實關係是非常不好的 然後這個有講到跟原住民的關係 然後就是講到的可能是 他在講到東北部的哈卡的時候 就是因為當地的客家很多是從事愛的 所以其實他會有講到一些 可能他跟原住民的一些互動 或者說他還講到客家可能去展上了一些 野蠻的習性的人之類的 可是他有特別講到其實當地的哈卡其實是 你看是不是很特別講是原漢的中介 那其實又把哈卡別於漢了 所以就是客家站這樣一個中介緩衝的一個角色 其實大家都還蠻特別留意到 然後另外其實很特別這個是在 三零 三零 大概就是現在那個端頭線的一部 應該是三零內 然後其實他有特別講到那邊的哈卡 其實跟當地的那個原住民其實關係是很不好的 這個跟我們在比如說和村漢島 或是平東平原的其他地方 其實是很比較不一樣的情形 然後這個就是其實思考我們或是年輕裡面 剛剛講的其實都會有特別講到 就是在恆春半島 哈卡跟原住民的一個結盟 或者是互利的一個關係 就是可能哈卡會提供他一些他需要的公布 然後彼此可能還會有一些聯姻的關係 所以在當地的情形其實客家跟那個原住民其實是關係是很不錯的 可是他這邊也有 以前也會特別去講說其實他覺得這樣子的話 其實是對原住民部落其實是不太好的 然後講到一些宗教的部分 因為很多來台灣西方的情侶是為了采教的目的 然後可是在很多的論述上 其實會可以看到除了馬街 他在北部就是大概竹苗那一代 或是這個客家的地區 他可能有大概四個角度他可以建立起來 可是在南部其實這個拓展都是非常非常有限 然後中部的話 剛剛我也有看到他在宗室傳教的情形 然後南部是主要是以禮修為主 他其實在1875年建立了南大 在南岸的第一個客家教會 可是後來就是因為人數少 然後慢慢就沒有再繼續了 然後在1894年一到天宮 然後後來其實傳教都沒有比較好的發展 甚至在儒田的二輪 還發現巴克林牧師到那邊 然後被當地民眾過分趕走的這個情形 所以其實六堆當時對所謂的基督教 其實是存在反感 其實不只是基督信教 在天土教的部分也是 尤其是在六堆臨近的萬金慈塞那一代 其實是天土教傳教很重要的點 然後可是因為我們剛剛講的話 其實跟附近的虎老化的平穀居肉 其實是關係不夠的 所以其實客家對於天土教傳達念 其實也是百分的態度 然後從當時的一些天土教神父的一些描寫來看 然後其實都對客家有非常敷念的說法 他就有寫到說客家是台灣老百姓中最大感福利的 甚至是他們的致命死對頭 他也說其實客家會唸到謊言 然後讓台南的觀念去找他們麻煩 他甚至說他是當時全導基督徒人上頭 可以知道其實當時宗教 尤其是難度跟哈卡來講 其實是滿教態度還蠻明顯的 然後這裡面可以稍微去思考一個點 就是說為什麼會是這個情形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點 是當時來台灣傳教的宣教師 他們基本上很多都是 他們基本上很多都是學好佛朗話過來傳教 其實基本上很少人專門是背好客語 然後來這邊傳教 所以剛剛文靈就有講說 其實為什麼 因為本島沒有傳教師沒夠學完客語 所以就失去了對哈卡傳唸的機會 然後有一些西方人會描述到哈卡的風俗跟天性 然後其實戰獄有講 有人會說他是狡猾、陰謀、貪懶 然後有些人就說雖然堅強 但是就不有進取性 然後也有說他其實喜歡唱歌 喜歡自由自帶 然後或是情分、貌行等等之類的 然後這個很有趣的他們也特別去留意到 就是跟福老跟客家相比 其實台灣的哈卡是不殘族的 這個對西方人來講 可能是很特別的一個比較的現象 所以我們很多人就特別去講到最愉快 然後就講到說不管是北部或南部的 他可能婦女非常不殘族 他們也幫助農作 所以在整個身材地上是比福老更有優勢 然後也有去提到說 其實台灣的哈卡是重視教育的 然後會很早就讓小孩子去清練血服 然後其實他有特別講說 他卡的婦女跟小孩其實跟其他群來講 在教育上可能會好取得一些領先的優勢 然後這個部分再跟一些情態我們先來看 基本上也是會有一些可以互相呼應的一些說法 所以這個就是說 從西方的一些文獻 或是讓我們當時的來看吧 撇亮我們跟他講說一些華人知識官 他可能會讓我們不解的一些太法來講 他實際上在地去觀察的哈卡 基本上是可以補充或者說互相參照 讓我們更了解台灣當時的一個人群的面貌 然後也有一些可能的我只要去說明 大概看到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 陶德他有說當時中法戰爭的 那一群的其實並不是 他其實是圖友 就是一些團隊的那個張靈晨所顧的圖友 各位不是賽區的客家人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一個物件 然後另外一個物件也很特別 他們會覺得說其實 蘋果凡是台灣的原住民的女性 跟他卡通婚所組成的 我不知道這個想法是怎麼來的 可是這其實是還蠻厲害的 然後就是說其實我可以舉出這些事 讓他知道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接觸到1947的西方文獻的時候 不要以為他離我們是很遠 他講的應該是當時很正確的事情 可是我們剛剛講的 所問的華難的認識官 或者是說他可能存在的誤解 他可能都不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可能有時候在引用文獻 覺得說那是古老歷史 那是一個很好的證據 可是可能要考慮到當時 整個一個 那種說法的一些形成的脈絡 或者是說這個 這個脈絡我也不知道怎麼來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 客家還沒出來 我們剛剛講到說整個清代刀還沒有出來 只有西方人用哈卡來稱 然後這個也只是對 所以西方人留在西方人的這個角度 對台灣人群裡面的互動是沒有影響的 可是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受到西方的影響 然後他也接受了說 那群華人叫做客家 所以日本政府在統治台灣的初期 他就認定了說客華人是客家 所以他早期就做了一個全台的客家族的調查 他當時有了客的話會加一個口庫 他在明治30年做一個圈道客家族的調查 然後當時日治初期的很多委員 都提想到這個客家 客家族加一個口庫 或是說這個六位的客家族 所以他請日治初期是理解有客家的 可是這樣這個也是 他把客家然後客家飆出來 可是這大概僅限於在明治裏 然後後來他們透過一些舊官的認識 然後整理解 發現尤其是過客家族的調查 他發現台灣的人根本不自己是客家 也不被稱為客家 所以後來他就慢慢調整自己的用法 他甚至後來在1905年的第一次臨時戶口調查的時候 就不再用客家 他就在統計賞用官方的說法 他把它稱為廣東族或是福建族 然後在愛人的部分 然後可是這個廣東族跟福建族 就有殖民政府的認知來講 跟清代又不一樣 清代很實際上是一個神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方言 可是在這個日本殖民政府的認知 廣東族就是說客家話的人 福建族就是說客家話的人 這中間在這個改調換在之下 然後在對人群的認知 也做了一些微調 應該不是微調 是很大的調整 然後這樣子其實很影響到當時 人群對人群的認知 這個要跟大家講 就是稍微再講一下 廣東省跟福建省同時都有客家跟福老 所以在清代來講 省界跟方言界界是交錯的 可是日本政府就會認為廣東來的都是客家 所以叫做廣東主 都是廣東人 然後所以呢 到了日治時期 基本上也還沒有客家的自稱 除了日治初期 有客家的理解 這個也是外來的 然後整個日治時期 當分都是以廣東服來稱 然後當時說客話的名 自己自稱我是廣東人 所以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因為他在台灣都認為自己是廣東人 然後寫他們方言也都說是廣東裔 可是他到了華南的時候 他突然發現他幾乎懂那邊的廣東裔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的 就是廣東裔 然後客家的叫做廣東人 其實是在台灣很日式的台灣特別存在的 所以就是在整個日治時期 說客話的人是稱為廣東人跟院主 不再使用客家 然後客家 然後這個廣東人或是院主 他其實是他稱國家給你的 他其實也變成客人的支撐 然後到了戰後 客家才真正 有國家力量或是說 有外省客家或賣賣客家等等管 然後其實當時的台灣人 就自己接受了客家這個支撐 所以必須說客家這個詞 其實戰後才變成支撐了 所以我還有多少時間 還有30分鐘 那我就慢慢把結論列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大概總結一下我前面說的 就是從華南哈卡的一起來看 其實在1850年代之前 西方世界並沒有把哈卡子 設成廣東省某一個方言人處的認知 所以在這個之前很多西方網線 大概在講到說從華南到台灣 在這裏看的時候大概就是李悅秀 不會特別用哈卡來標示 然後就是台灣開港之後 其實很多的西方人當時 就直接用哈卡來寫 直接就講說台灣有哈卡 可以選擇或者怎樣 就是那個組織都是哈卡 然後知道 可是在這個詞的描述下 其實有很多值得去留言的 第一個就是說 哈卡對當時清淡的台灣而已 他心裡是完全是外來的影子 然後其實台灣當時說 刻畫人是被胡佬稱為Keyra 他自己是自稱我本場 之類的 然後其實 哈卡的那個影子的外來性 不只是用於本身 他其實西方人代表說 哈卡的遷徙的歷史 或是說他在廣東省的經歷 或是說他的方言接近北京官話 等等甚至或者是 把哈卡別於漢人之外 那個說 竟然都是源自於在華南 對哈卡的認識 並不是台灣在地實際的情形 然後這些官員的物質跟原用 是我在使用 十九四季來台灣 描述 他卡的這群西方人的一些 樂數的時候 都要特別小心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有十九四季終於來談西方人的遊 你可以知道 他們分別台灣漢人的機器 其實是在方言 跟清代用行政區化來分別人群的 這個方式是不一樣的 然後有一些少數的說法 還可以特別去留意到 就是說廣東省跟福建省 方言跨省的情形 這個對比我們了解 清代漢人的分類性是有很大的幫助 然後第三個是說 除了大家講到說 重溫在移植過來了 直接的套用 這個可能是目的之外 他其實很多西方人對台灣 他可能描述了 其實有很多在地的觀察 比如說他可能分布 他的聲言方式 或者說他的信教態度 或者說民主天賤 或是富裕夫菜賦等等的 那都是非常奇蹟的情形 然後就回到天出的問題 希望大家聽了以後 都可以知道 告訴我這個答案是什麼 就是說 剛剛講到說 思考的話 那個阿傑會怎麼講 第一個是說 我一樣 我是客家人 第二個是 我是 我是好 第二個是 我是廣東人 答案是應該是什麼 應該不難吧 對 就是我希望大家聽了我的 一些說法都可以去理解 我為什麼會對阿傑那樣子的一個 說法是很靈感的 是很奇怪的 因為那個時候不可能說 自己是客家人 我大概不要小表達的是 這樣也可以講 謝謝 好 非常謝謝曾慧老師 非常精彩的幫我們梳理了 從19世紀中期 一直到20世紀前期 關於客家的 這樣一些不同的一些原流 然後我想這個是很值得 今天當代的客家研究做參考 我們下面就請那個韋志來幫我們 分享一下對於19世紀西方人 對原住民看法的一些 研究的成果 謝謝張官長 同志老師還有文凱 還有台詞所的同仁 以及現場的一些老師們 很高興有還有那個嘉欣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那個 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台灣原住民 我想剛才那個 政會 他剛才提到說 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客家 那最後面 那我的報告題目是 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台灣原住民 那在進入主題之前 我想回答一下 剛才那個政會 在報告最後面提到的問題 阿傑會說自己是什麼人 這樣 我想那個是牽涉到誰問他這樣 誰問他這樣 還有一個第四種的答案是 阿傑會說 我是葛馬蘭人 我是葛馬蘭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府城的時候 有人說 阿你如果歪宏知道你是那個 混血兒 你就說你葛馬蘭來就好了 所以第四種可能 新世阿傑會說他是葛馬蘭人 那作為一個葛馬蘭來的人 我今天報到這個題目 當然裡面也會用到 我等一下會比較多用到那個 當時候在葛馬蘭傳教的一個 那個馬歼牧師 他的一些紀錄這樣 那另外延續了剛才那個政會的那個 那個報告 那我今天大概跟大家分享 大概我分幾個部分 大概這幾點 就是主要是談說 西方人嚴重的台灣的原住民 那首先要有西方人 那西方人除了從 十六十七世紀 一大堆西方人在台灣後來回去之後 下次再來可能要到十九世紀 比較多的西方人的時候 那他們來到東方 然後來到台灣 那很重要一個原因是因為開港的原因 開港原因之後 然後讓我引用另外一個當時 曾擔任福建巡抚的那個 客家人 丁日昌 不管是他算是梅縣或是接洋 這是潮汕那邊 大概1876年的時候 來台灣巡視過一遍之後說 喔台灣 每個港口那個外國的那個 外國的那個船艦 在台灣的各口 朝來細往 登陸遊歷 無日無知這樣 當然他是有點誇大 不過那時候大家也可以看出來說 從185、60年代開港之後 就是 基隆淡水 那個 安平跟打狗 以及開始有一些 延伸性的那種 那種 那種傳教的據點 或者是說那個 商務的據點 那我們現在在台灣的一些地名 也可以看到所謂的昂摩罐 這樣的東西 比如說南莊那邊 南莊那邊 在裡面一點就有昂摩罐這樣 台灣人 那樣的 大概也就是那個時候 留下來一種現象 那這些西方人大概 比較大規模來到台灣大概就是 在開港之後 那這些來到 台灣的西方人大概到底有哪些 類型的人喔 那在這裡面當然他們開始遇到 各式各樣的人 當然除了台灣的本地的官員之外 另外還有台灣的漢人啊 或者福老人啊客家人啊 甚至然後接下來就遇到 還有很多很多的那個 遇到開始往山區移動的時候 就遇到很多的原住民 那這個過程裡面他們開始發展出一些 可能有些是既有的 有一些在台灣這裡 發展起來的那種 資訊收集的方式 跟那個獨特的觀看的 模式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也逐漸開始建立起一些 他們對於原住民的 的知識 那不過這個東西 除了剛才描述的 他也像那個西方人眼中的客家人一樣 除了一些那種 族群性格的描述啊 他們的產業模式啊 描述之外 其實當時候對原住民很大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興趣是 是來自於 民族學的或是人類學式的 主要是要解決 主要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 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這樣 他們到底是 在人種的分類上到底是什麼人 這樣的一個問題啊 那 這個也跟這個 也跟當時候的一個很普遍性的那種 對於西方對於海外的這些 比較沒有見過的 接觸過的那個 人類啊 社群啊 的知識興趣是有關係的 那最後面我會談一下 現在19世紀的西方人所累積下來的 這些原住民的知識 對於後來的影響 對於後來的影響 那在報告之前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 這幾年的一些 國內外的一些那種 圖書館檔案館或大學機構 其實有收集很多的關於台灣的資料 那我們 台灣除了那個台史所之外 另外一個重鎮就是那個 台南的台灣歷史博 台灣歷史博物館 昨天才開放一個那個新的那種 西方 廣場海外資料的那個 檢索的 跟數位人文的東西 很好用 大家可以去使用 那另外這裡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 看這個 跟我們台灣很熟悉的那個 貝德蓮老師 貝德蓮教授 在美國的里德學院自己 將近 用了二三十年的時間 整理出來的一個 For more than 19th century images 這裡面不是只有圖像而已 包括各式各樣的史料之類的 而且已經做了 很 很 對於一個 對於這個議題有興趣 不管你對 19世紀的台灣也好 對19世紀的台灣的 原住民也好 對19世紀 西方眼中的客家人也好 歷史有興趣的話 這個一直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資料庫 我想 在報告之前就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 那我今天的報告題目 有一大部分 有一大部分東西 使用 貝德蓮老師 建構的這個資料庫 我提醒一下 我一次你只有35分鐘 對 沒有啦還有25分鐘 好 那 馬接在那個1895年 他那一本書 台灣搖記 蓬發Promosa的時候 裡面講了一句話 那台灣的自然史 還是一本未寫之書 The Nature History of Promosa is an unwritten book 就是第一流的學者的技術 也是淺薄不可靠的 那所謂中國科學的任何研究 都是經驗式的 必須謹慎以爭別 而外國科學家在台灣所做的 親力調查也很少 那所謂的外國科學家的調查 就是這19世紀中葉開始的 這些西方人的這些紀錄 當然這裡面很重要是批評之前的那些 不管是荷蘭時代留下來的那些 紀錄或者是 既有的一些中文的一些紀錄 那對於19世紀的那個 西方的那個台灣原住民的紀錄的評論 其實一個蠻有蠻重要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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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評論除了是 馬接提到的那樣的一個 剛要開始的東西之外 另外就是 日本統治台灣之後很快的就 從事了台灣全島原住民調查的 那在1897年的時候 1898年完成了台灣全島調查的時候 寫了一篇文章裡面提到 去評論這些既有的 關於台灣原住民的紀錄 當然對於那個 現代或中文的紀錄 他的評論是那些非學術性的政治 屬於政治規劃或與否的那個熟翻 深熟翻的分類 那科學的紀錄是從19世紀西方人的 調查才開始 那藝能的評論裡面特別舉了兩個人 一個是北部的馬接 那另外一個是南部的那個 恆春燈塔的那個管理人 就是太樂 那 他提到了說北部馬接的時候把那個 這兩個人都認為說台灣原住民是 來自於那個馬來人種 我們今天用我們今天話來講 這是南島民主 那馬接把台灣的原住民分為 評譜翻、熟翻、南士翻跟深翻 那從這樣的一個分類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說馬接某種程度 融合了那個既有的清代的紀錄 跟那個一般的 他所接觸的那種口述的 他的口語的那種分類 那另外南部的泰勒 這只分為台灣、阿美、資本跟評譜 那這個也是根據泰勒他自己 在現地 在南部台灣 自己的第一手的紀錄 那我們最後面會回到他這個四個分類 那當然 伊能做的那個評論是要批評說 他們的分類是局部的 他們分類是局部的 但是他認為說他們 他們兩個分類已經是建立在那種文本 文獻為基礎的分類之外的那種 那種實際的調查或實際的經驗 田野經驗上面的一個分類 那 這些西方人帶來的這些 對於台灣原住民的紀錄 剛才提到說是從19世紀中葉開始 那當然前提是很多 西方人來到台灣嘛 他們來到台灣當然像剛剛很正會提到 現在中國 他們不是為了來到台灣而來到台灣 就是說很多是因為傳教原因或其他的原因 那特別是台灣開港之後才來到台灣 那這裡面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要度過那個危險的台灣海峽 那我們大概都知道19世紀 那個台灣的社外關係史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就是船難 那個船難不只是發生在東部的海岸 很多很大部分的 台灣的事件是發生在台灣海峽 海峽這個渡海的過程 那19世紀西方人其實來到台灣 也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是在 19世紀上半夜 特別是英國的海軍 花了很多的時間在 測量台灣的海峽 還有調查台灣的沿岸的港口 跟測量海圖 那在開港之前就已經做了這些事情 那底下 右邊這張圖是1857年到1868年 測量的台灣的海岸線跟港口 港口大家可以看到說 到了1860年代之後 其實本個台灣海岸線大概都已經被測量過 那幾個重要的港口 幾個重要的港口 大概都有一些一些紀錄 甚至一些每個港口的入港圖的 的測量 然後港裡面跟港外面的那種 進港的路 弄路徑的那個測量 那甚至連周邊的海流 什麼都也都有做測量 那比如說像1863年 SWINHOE 那其實第二次來台灣之後 再回到倫敦 在倫敦地學協會的一個報告 那報告裡面提到 特別說明了台灣的那個 沿岸流跟黑草 還標示了一些危險的航行的區域 那這個不只是SWINHOE自己的報告 當時候的一些 英國海軍的一些船長 或測量學校倫敦的英國海洋局 他們出版的那個ChinaPi 或ChinaDirectory ChinaSea Directory 那些航海的那種 書籍大概都有做 漸漸的變成是一個固定的 關於這個海域航行的知識 那這些港口測量裡面大概有幾個港 大概被測量很多次 到基隆淡水蘇澳打狗跟博盛港 特別是這幾個港口 那這個剛才提到 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蘇澳的那個 這是在18 1867年68年的時候做的一個測量 奇怪 我都會跑出來這邊 這個蘇澳港的入港進口圖 就是模擬你在船上看到實際的港口的樣子 那這個是測量之後的港口 當然這個圖是後來日本人把那個當時候的蘇澳港 的圖翻譯很快的就翻譯了 那這個是在牡丹事件之前 他們做的 那當時有派的軍艦到 不只到南部 派的軍艦到東部 到蘇澳去再 再做一次那個港土的測量 那西方人來測量港灣之後順便也登陸上岸 這個是當時候跟著那個 跟著一艘船到蘇澳的一個 一個海軍中衛登島之後的一個畫的一個圖 在今天的蘇澳港 今天的南方澳 可以看到北方的蘇澳港 那他大軍艦就在右上方那邊 那這些來台灣的西方人到底是哪些人 除了剛才提到的那些海軍 商人之外 其實很大部分的是 特別是開港之後是領事 前帝國海關的官員 然後開始在 牡丹那邊 在南台灣蓋了燈塔之後 包括燈塔管理員 我們剛才提到的那個 喬斯泰勒 對於南部台灣的原住民提出了一個 四個分類 台灣的原住民提出 四個分類的那個 南台灣的那個燈塔管理員 那另外 就是商人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 在斯卡羅裡面 大家看到一個角色 比奇林 那其實就是很重要的一個 那個洋行的一個 一個代理人 另外就是傳教士 傳教士 那這裡面包括 這北部的那種 北部的跟 長老教會 在北部是馬街 然後南部是那個 英國的長老教會 李修 牧師 就是鋼尾林牧師等等這些人 巴克林牧師等等這些人 包括說 天主教的在萬金的那個 傳教據典 以及一些探險家 探險家這些人 那這些領事跟海灣官員 比如說剛才提到的那個 剛才提到的領事跟海灣官員 比如說 舉個例子像 Edward Penn的坎朵 他1874年的時候出版一個 北部台灣的那個 北部福爾摩殺的原住民 那這個是因為他去調查 大南澳市 去宜蘭那邊 然後去大南澳那邊調查 做了一個考察報告 去看那個當時候 大南澳事件 之後 沒有之前 他後來寫的一個 一個調查報告 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裡面他其實特別 舉個例子 在報告後面 他附上了一個 他在現地採集的一個 語料 語料以及在這個語料基礎上面 他做的一個比較 語言學的一個 一個 一個東西 一個表格 那我圈起來的地方就是 卡巴蘭就是 葛瑪他在葛瑪那邊 採集到語料 那另外就是 那個 北部泰亞 北部泰亞的部分 那 當時做這樣的語料表 你可以接下來 在 在很多的 19世紀的那些西方人 留下來的那個 關於台灣原住民的一個 文獻裡面 不管是一般的郵寄也好 或者是 比較專業的一個 比如說在西方的地理學會的雜誌 或者說 民主學會雜誌 或者說一些 歷史地理類的一些 比較專業學會的刊物裡面 很多的這些 關於原住民的文獻 後面都會有一個 他們所 在當地 在台灣這裡採集的那個語料表 語料表 那漸漸的就會開始有人 比如像 譚朵 就把這些語料表 拿去做一些 基本語料的比較 所以基本語料比較 比如說像那個數字 數字 然後 然後一些自然現象等等 這些類都親 親屬 關係的詞彙 那通常最常見的就是那種 數字的比較 數字的比較 那多國這些數字的比較 比如說以譚朵這一篇文章來看的話 還有旁邊有比較的英文 還有台灣的一個原住民的語言 然後菲律賓的語言 然後還有馬來亞的語言 還有爪哇的語言 還有包括那個 馬達加斯加的語言 你會發現這種語言比較開始 就是好像以隱隱約約有一個那種 那種 就我們現在的話來講 那種難倒語言的那個 的範疇出來 不過當時做這樣的一個語言 比較並不是說 他 事實上是有他的特殊的 那個知識意圖的這樣 他做這樣的語言比較事實上 是為了要透過這樣語料的比較 語言的比較 去做為一種區別 或族群分類或族群關係的 遠近的那個 建構的一種 這是建構的一個模式的 幾乎在19世紀中葉之後 這些來自台灣的 這些外國西方人 他們留下來的關於原住民的 文獻裡面 當然大家都可以看到這種語言的 語料的採集 跟語言的比較的一些資料 那剛才提到的傳教是有這裡 有剛才提到的馬街 這是他馬街在 北部的所建立的那個教會的據點 教會的據點 他在北部大概建立六十幾個教會裡面 大概有三分之二都在葛馬蘭 都在葛馬蘭 所以阿傑 騙人家說我是葛馬蘭來的 好像也可以的樣子 那另外一個這個是馬街在田野裡面 他在自己建立的一個教會裡面 大概都是1880年代之後 他1870年代開始在北部傳教 然後大概十年之後 就是已經在葛馬蘭建立了很多的 一個教會的據點 另外他也到了花蓮 到所謂花蓮北部 當時候稱之為南四番的地方 另外南部的話 就是英國的長老教會 英國長老教會 他比較有名 比較重要的是兩位牧師 一個李修牧師跟鋼尾林牧師 那剛才正會提到的 他們在南岸那邊 第一個教會 接下來在北桃 一大堆 就沿著那個沿山地帶 就一直下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往那個 往那個 往那個 鋼仔林那邊 山區進去這樣 他們也到那個 今天的埔里 埔里地帶 那這些 這些傳教士 這些開港的地方 領事所建立的 還有一些 希望的商人建立的商業據點 以及傳教士建立的據點 就 事實上也變成是當時候來台灣訪問的這些 西洋人 西方人 他們在 他們在台灣一些收集資訊的 的一個網絡這樣 那當然是收集資訊不只是只有原住民而已 只是他們說 不過在這個過程裡面對原住民的 呃 的 的調查或是說 呃 紀錄也是透過這樣的網絡 發展出來的 那 漸漸的就會看到說 不管是 在 在 台灣北部也好 台灣南部也好 這些田野 在北部就透過基隆 南部 欸 到達國府城 然後後來回到 廈門或是到上海 然後在 在 在 條約口岸的這些 呃刊物裡面發表 呃 報紙裡面或是 這裡面發表 然後後來有些資料就回到 西方的中心 比如說 倫敦 巴黎 甚至柏林 特別是當時候英國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這些各式各樣的知識生長的中心 那 他們在台灣這裡採集的標本 大概也透過這樣的一個網絡回到 好像倫敦巴黎跟柏林的一些博物館裡面 那 在 這幾個地方的那個 比如說各個專業學會 專業學會他們 從大概從19世紀 中 1880年 那7年大概 開始就陸陸續續有關於台灣的 關於台灣的這些 各式各樣的報告出現 原住民的那個 呃 報告也是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出現的 那剛才提到史文猴在1863年的做那個報告 就是在倫敦的 地理學會裡面做的報告 他後來也有另外一篇 發表在倫敦的那個民族學會 那這一篇這個是 史文猴在上海的那個 上海的一個 上海的學會發表的論文裡面 關於台灣的原住民的民族學報告 裡面後面附的圖 大概算是1863年發表 大概第一張那種所謂 有顏色彩色的 或者說 但是接下來就開始有各式各樣的 比如說 近代的攝影 照片的這些東西 那史文猴這一張是 大西 大西那個 大哥坎那山區裡面的 泰雅族 那當作這個繪圖是由那個 這個sketch 就素描是史文猴自己的素描 但是把它畫成這樣的圖 是一個叫做 Charles Wormann的 這樣的一個人 他當時候Charles Wormann是一個 倫敦畫報的一個畫師 他同時也是住在 日本橫濱的 的一個 算是畫家還有那個記者 他最有名的是在 在橫濱那邊出版的編輯了 大概十年 應該創刊的那個 很重要的一個 當時候的那個英文的雜誌 叫Japan Punch 之後開啟了一系列所謂的Punch 甚至變成 被認為是一個 近代日本的漫畫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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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創者之一 那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比較一下他畫的 那個台灣原住民跟他畫的 日本的那個當時候的在 默默的那些日本人的那種樣子 的型態 不過接下來 開始就出現了那種更為寫實的那種 以攝影 近代攝影術為主的那些 照片 我想李仙德拍的那些照片 或Thompson拍的那些照片 可能他都並不陌生 那剛剛提到的那種特殊觀看模式 我這裡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預料的採集 剛才有做了初步的介紹 那另外一個是對於那種體質 特徵的強調 那預料採集比較 剛才提到的是 左邊那個是剛跟大家說明的那個 泰勒的那個在 在 採集的那個北部泰亞跟那個 宜蘭的格馬蘭的那個預料比較 那上面這個是1863 史文猴自己 在台灣的訪問的幾個地點 五個地點 六個地 五個地點 他的採集的一個預料 他包括新港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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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 均東那邊的 然後格馬蘭 奎 奎 奎就是那個大哥坎裡面的 泰亞 那另外一個是對於體質特徵的強調 體質特徵的強調 那這裡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1888年的 喬治泰勒的那個 他的幾篇文章裡面 把他在台灣 包括 包括資本還有台灣還有南部幾個重要的 一個 一個他訪問過的一個部落的一個 呃 他的 他的論文裡面 呃 從此也發表他 他畫的一個素描 他畫素描圖像其實蠻有意思的 那其實不是畫他成全身像 只是畫他頭像 正面跟那個側面 正面跟側面 我想他如果帶照樣機的話 他應該也會拍一類似的東西 那這樣的一個特殊觀看模式 其實是當時候的 呃民族學 或者內學其實已經 呃還蠻 已經發展出來的一個 呃的觀看的模式啊 啊到了甚至到比如說在1895年 呃當日本統治台灣之後 1895年的 1895年的8月9月 田大安店到 宜蘭去調查的時候 遇到了第一個 遇到第一個 遇到第一個 那今天的那個 三星那邊 遇到了一個泰雅的婦人 他也畫了那個他的 那個側臉的頭像 側臉的頭像 那其實是為了表現他的刺青 他的紋面 他紋面還有他的體質特徵 那這樣的一個模式 其實當攝影 攝影照樣技術 被納進來使用之後 你會看到他從原來的素描 到後來的攝影技術 不管是這種圖像在線的模式 是用 或是技術有一些新的變化 但是他們觀看的那個重點還是一樣 我再舉一個例子是 深仇之助在 1917年出版的台灣番組是 他把他之前拍了一些照片 他們拍的照片不是隨便拍的 他是有特定的觀看的視角 那這上面那些話是他自己寫的 就作為標準型 或是有極端特徵的拍攝照片 拍攝半身像的正面跟側面 以及全身上的照片 特別是側面照相 以便於測定顏面跟鼻子的角度 這種體質對於頭部的體質測量的 的那個數值啊 其實是在語言語料的比較之外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比如說拿來做那個族群的分類 或是說 辨識的一個很重要的 當時候發展出來的一個技術 那另外這種體質人類學的 你可以看到說當時候 不管是看檢家或是說 這些學者或是說傳教士 都有留下類似的東西 比如說像馬接的體質人類學 那在他的台灣搖記裡面 他摘要描述原住民的遷徙傳說 風俗習慣跟體質特徵 那在體質特徵裡面 馬接比較頭顱的形狀 頭髮顏色 形狀跟顏色 眼睛跟鼻子的形狀 那指出原住民體質特徵 顯示於馬來形的島民的親屬關係 等等 不過 他們當時候還是有那種 這種族群分類的同時 也要做那種發展 跟文明發展程度的區別 那到底西方人的這些 對於 對於那個 原住民調查的知識 他們性質到底是什麼 那我想剛才提到說 他們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問題意思是要 確定 因為漢人不用問了嘛 這是從中國大陸移民過來的 那但是台灣的原住民到底是 哪裡來的 就考察就是去 調查他們去 去解釋 到底台灣的原住民 到底他們的 來源是什麼 他們屬於馬來人種呢 還是當時用了這樣一個詞彙的苗族 所謂的苗族是 指廣義的大陸東南亞的那個 的人種 那這個這兩種大概是 他們當時候在希望的 台灣原住民的文獻裡面 在討論台灣原住民的起源的時候 來源的時候 最常歸類 但當然馬來人還是 南島民族還是比較多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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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多的文獻是 是這樣 但是也有不少文獻是談出來 他們跟苗族的 關係 同樣也是從 語言的特徵 或是說 體質的特徵來看 那另外就是說 他們到底 希望能在 原住民的這些 知識裡面 我想這個部分 還有一個部分 除了是 學術上面的另外 另外一個是知識上 利益上面的 這個部分大概 不管是 索恩侯也好 碧琦也好 李仙德也好 他們的重點不是他們要當一個學者 他們還是一個領事官 領事他代表國家的利益 甚至是B70他代表他商行的利益 這樣 那進去山區並不是為了要去做一個人類學家 而就是去 去了解這個地方的人 如果接下來如果有些什麼商業的 利益或關係的話 事實上是可以透過一些 跟這些地方的人 的 交涉或是什麼之類的 那更不用說傳教士 不管是里修也好 甘維林也好 或是北部的馬街也好 其實 對於那個原住民的興趣 當然也不是來自於那個 宗教學術上面的 而是於傳教 傳教 那不過有趣的是傳教士的網絡 往往變成這些西方的 對於原住民的這些 這些知識 生產很重要的一個網絡 那不管是北部或南部的這些 中央傳教士也 變成是田野的中繼站 那不只是長老教會 那天主教也是一樣 那個萬金社會變成是一個熱門的 不是熱門啊 很重要 常常被訪問的一個 一個據點 那埔里也是一樣 那馬街在格馬南的那些 教會幾乎很多人都去訪問過 那馬街甚至在自己的文章裡面 也提到說 島嶼將來都要成為上帝的法律的統治 覺得他其實那種傳教的那個動機 實際上是很明顯的 不過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就忘了 當時候十九四一末有一大堆的那個 特別是屏補族的那個主動的改宗 在格馬蘭在 湖裡甚至在南部都看到這種大規模的 改宗的現象 特別是格馬蘭 就是馬街大概有 三千多個 教徒改宗的教徒裡面 格馬蘭佔了兩千多人 也就是說他的北部的教室 他的教室裡面其實最大的就是 最大宗的就是乃至於宜蘭的格馬蘭 但問題是這屏補族到底是被動的改宗 還是主動的改宗 那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議題 那我這裡再舉一個那個例子 就是馬街自己的話 就傳教師跟民族學家的差異 這是馬街自己的話 1872年4月我在淡水馬一所房屋 我自己問到說我是為什麼來到這裡呢 我是為了要研究台灣的地質動物跟植物嗎 為了要研究台灣的人種問題嗎 為了要研究台灣人民的風俗習慣嗎 不這些都不是我的主要目的 我的任務就是去那種 傳播福音 傳播福音 那宣教師固然可以研究歷史地質學 人類學社會學或其他任何的學科 但是必須就他們的福音關係上面 研究 那宣教師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向異教徒 宣傳福音時期改邪歸正 並培養其對上帝的信仰 那這就是我離開家庭而來台灣的目的 那也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 馬街開始 從1872年開始 到在北台灣大概待了30年 20年2030年的時間 最後面提 根據他自己的田野經驗 大概 把台灣北台灣 至少北台灣的原住民分成這四個 這樣也是一個社群 那不過在這個分類之後其實 馬街自己也提到這些名稱都是漢人所用的 那表示原住民與他們之間的關係 因為馬街這本書是在1895年出版的 那特別提到說 現在日本人佔領著台灣 有新的因素輸入 日本人對於現在居民關係還不清楚 但是翻人 對於翻人將使用懷柔政策 那這些 日本人導入的這些新的因素 當然也包括了 剛剛一開始提到的 一能家舉來評論那個 那個馬街跟那個泰勒 他們對於 所代表的19世紀以來的 中葉以來的西方人對於台灣原住民的知識 那 原先可能是出於不同目的的 這些來自於西方人對於台灣原住民的這些知識 漸漸的在19世紀末期 逐漸的開始 好像一個越來越科學化的一個過程 那最後面就是1895、1997年 馬尼能 所代表的這樣 雖然是一個日本人類學家 但是他那個知識其實是 架接在這個西方 西方的這個民族學的 這是包括用的知識的技術跟他們觀看的視角 這是生長的方法也是一樣 那最後面我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說 這些19世紀西方人留下來這些資料 他們後來的影響是什麼 先說第二個 作為知識 那當然他就變成是接下來 接下來 像還從日本時代之後 藝能加絕也好 生長自助也好 腦袖農場之後 在這個基礎上面跟這些西方人做對話 或是更加進一步的去生化田野 接下來展開了 近代人類學對台灣原住民的研究的 新的一個chapter這樣 那這裡面包括剛才提到的人種問題的 人種問題的那個議題 那個也是伊能一開始就提問的 那關於剛才比如馬來人另外一個苗族 苗族的起源 也是因為那個原因讓 苗居農場做完了台灣的田野之後 接下來在1902年就跑到中國大陸 去做那個所謂的苗族的 中國西南的苗族的田野釣蟲 那 苗居農場的那樣的一個知識的一個 所以他田野的那種動向 某種程度是在 只有是一中葉以來西方人這些 對台灣的民族學的那些知識建構裡面 所發展出來的一個問題意識 那另外 當時候這些史料 不管是旅行記影像文標本也好 在後來特別在當代 不斷的被在詮釋在轉化 我想甚至是從被觀看的課題變成是 有各個地方各部落各社區人自己主動的 來 對於這些 西方人留下來這些旅行記影像標本 開始做更主動的一個詮釋 變成是當代的這些 社區也好部落也好 原住民也好 對於那種 自我文化再建構的一個支援這樣 我想這裡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剛才 高雅堅老師也提到的那四個 那四個投入不只是日本還有西方的一些體質 人類學的研究 後來在愛丁堡 那另外最有名的就是湯森的那個 那一個攝影的作品 那包括李仙德留下來的資料也是一樣 好那 我的 今天這個報告就先到這裡 告一段落謝謝大家 好 非常謝謝韋志老師跟我們分享 從一個19世紀的知識史的角度來看一下西方人 最原住民的一些建構 特別是那個人種學跟博物學的 那一種知識建構 那更重要的是說 這樣一個殖民的帝國的這樣一個知識 怎麼樣在當代 逐漸被反過來 利用成為當代主群建構的很重要的一個資源 那這兩篇文章的主題都回應了就是這一場的重點就是 西方人的台灣主群知識這樣一個重點 那這個這兩篇文章不管是從歷史 原流的角度來談客家或是從一個知識建構的角度來看原住民的相關的一些他者的記載都跟第一場 就是兩篇文章不管 這情城相當重要的一個反差跟對比 那就是從西方人所建立的這一套 所謂的科學性的知識的這樣一個建構的這樣一個知識的遺產其實是跟 就是說從歷史文獻跟田野的這種調查 或是從當代的原住民的角度重新去反思 相關的一些歷史記載跟歷史事件的這個角度 是一個相當不太一樣的一個角度 但這兩個不同的 這樣一種知識的關於族群知識的討論 都豐富了我們對於當代台灣多多族群社會 多元族群社會的這樣一個很重要的認識 我想這兩場的精彩的報告 我想可以注意我們下午在午餐之後 從一個比較跨更重要從一個世界史或是東亞史的跨度 從一個宏觀歷史的脈絡 再重新思考當代台灣族群建構多元性的這樣一個主題 那就是我就個人來講就是我從1986年有機會到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參與相關的研究 到今天也超過三四十年的時間 那今天能夠看到就是中研院台詞所的族群史的研究群 能夠從這樣一種多元的跨度的這種架構 然後結合最新的一些研究來仔細的重新去爬樹 台灣者族群性或多元多元社會的主群社會 這樣一個這樣重要的一些學術跟當代的科技 其實是非常高興非常欣慰 那也很希望就是說這樣一個多年累積的這個成果 可以慢慢的成為當代台灣社會仔細去反省 就是台灣多族群社會不管是移民的這種經驗 執民這種經驗 如何塑造當代台灣的這種族群認同 或族群的相關的一些議題的討論 在這樣一個豐富的資源 那我想今天時間也差不多 那就謝謝各位認真的一個聆聽 我們希望下午有更多的機會能夠做一個交流 那請各位熱烈的早晨再謝謝今天兩位精采的報告人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